前段时间一篇名为你的同龄人 正在抛弃你的文章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文章中提到别人的成功 对比你的平凡 激起了无数网友的羡慕嫉妒恨 然而这样盲目抛给的心态真的好吗 战长拿我们和别人带的孩子 对比真的合适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宝贝 吃饭饭啦 不吃饭饭 快你笑笑 困什么困 你都三岁了 你不着急吗 你看看别人家三岁的孩子 谁呀 哪吒 人家哪吒三岁都会弄海了 你呢 哪吒是神仙 我能跟他比吗 好好好 我说一个不是神仙的 你看隔壁家老末家三岁的孩子 谁呀 莫奈 莫奈三岁都会画画的 大字都不识一个 嗯 爸爸学字 你学字啊 学字 那爸爸看看你啊 好 这个念什么呀 一 真棒 这个念什么呀 二 厉害 这个念什么呀 漂亮 漂亮 这个念什么呀 这个念什么呀 爸爸这个念什么呀 爸爸知道还问你吗 看来爸爸失望了 看来爸爸失望了 小兔崽子干嘛呢 吃饭了 这场中排游戏咋游戏呢 找什么游戏 多多大了 十三岁了不着急吗 十三岁找啥急 用十三岁 看看别人家老莫家十三岁的牌子 莫奈啊 莫扎特 跟莫扎特十三岁透着自己写的音乐 火遍全世界了 你呢 哎 等于我不音乐敷衡也挺好的吗 哦 那爸爸唱首歌考考你啊 好你唱你唱啊 那爸爸开始了啊 开始你的表演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 去继续继续 跑马溜溜溜的山 一朵溜溜的 康静情歌哎 嗯 看出来了还不简单 我没想到当当的了 当当的了 哎哎爸爸别唱了 爸爸别唱了 爸爸别唱了别唱了 嘟你这你一动脖子我就知道是好汉不愿 哈哈 哈哈 一动脖子你就知道了 哎一动脖子就知道 哎 哎哎 什么歌 这这这猜不出来是什么歌了 趋向向天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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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爱吃 他都爱吃